嗨,又见面啦 你们知道淋巴对身体的重要性吗 有了淋巴系统的保护 就能增强免疫力 防止外来病毒细菌的入侵哦 让我们来简单认识一下淋巴吧 啦啦啦啦啦 淋巴系统它是由微小的淋巴管连接许多淋巴结而组成的哦 淋巴管就像网状一样遍布全身 通企的地方就是淋巴结 这些淋巴结啊就好像军事药塞一样 里面有许多淋巴球注点哦 不眠不休的保卫着我们的身体 这去没问题 哈 他说这去没问题 哈 通常只有在颈部 试一下 嗯 和鼠西部等部位的淋巴结比较容易摸得到 淋巴球是属于白雪球的一种 它是人体的巡防舰队 平常随着血液沿途徐罗并注点站岗 找光红 啊 啊 啊 要的时候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吞噬外来入侵的细菌病毒 巡防舰队中啊 一专长可以分为毛茸茸茸的B淋巴球和光秃突的T淋巴球两个分队 保卫将土致死方休 B淋巴球专门制造抗体 它是舰队里最重要的军火专家 T淋巴球能够调配B淋巴球的弹药生产 如果发现了危险人物 它就会主动发动攻击 杀死癌细胞是舰队中杀手级的狠角色 不过当外来侵略者的攻击太过猛烈 淋巴球无力抵抗 而产生过度增殖或破坏器官的功能时 就会形成淋巴癌 当你身体的免疫力变差 或遭受到病毒感染 或有家族遗传 或长期处于辐射环境的因素 都有可能形成淋巴癌哦 传统上所称的淋巴癌 大多是指非核结金氏淋巴癌 患者有高达九成都属于这种形态 非核结金氏淋巴癌 常常在非淋巴结的器官发生病变 侵袭身体的行径比较无法预测 Help! Help! 他们下一站要去哪里? Over! 我看不出来耶! Over! 它的细胞形态又可分成占多数的B细胞淋巴癌和T细胞淋巴癌 其中个别因生长速度可再区分为 惰性或清晰性淋巴癌 常见的子分类就多达数十种哦 所以当你越了解淋巴癌的身份 就越能知道癌细胞可能侵犯的范围 进一步选择适合的治疗方式哦 无论如何啊 请记住 如果有突发性的发烧 摸到异常无动的肿块 全身发芽 一肩倒汗 咳嗽转不过气来 或者突然变瘦都是身体在对你发出警讯哦 请再跟我复习一遍 烧 肿 羊 汗 咳 瘦 记得常常自我检测 随时保持淋巴的健康哦